上海的黑漢 作詞曲 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你我相逢幾有緣 編在笑容皆更願 不是歡喜多不願 你對我各鄉的名人 順我你我小年人 寒露雨天聊成緣 我抱好壞天怨 順我你我小年人 寒露雨天聊成緣 我抱好壞天怨 順我你我小年人 寒露雨天 美香最敬愛所有度親 好朋友早安快樂 這段時間是我們 祝天必勝共有我們所提供的節目 今天是我們的中央祭 九月初九 不知是跟中央元帥促秀 寒露元君 寒露天尊 我們的九封青 九封 就是在說到我們的島部 最得利的助手 我們說九封成君 九封成君 樹齡一十八熟成君 五島成君 都是九月 九月九 六方天尊聖廟紀念日 就是非生紀念日 唉唷 這麼早就有人打電話 喂 妳好 喂 沒辦法齁 不好意思齁 我們現在先來聽一朵 中大元帥姓瓜 都給了 eight熟成 九地熊 每個月也是二十八熟成 也是二十五的照片 最終點是三十一的照片 也是二十四的照片 好久才請看 每個月的天尊聖廟 隼二十七的照片 沒有糊子 有十六的照片 不就想滿痛苦 好久才是五十八熟 不愁 太陽 那一可 有十六的照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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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天空 唯咽唱前航空 健康寬恒 掠旧恒 下达红柳 血共怀 祈祟天天 金坤堆 相天下地 金坤堆 祈祟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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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坤堆 我们随便随着对这个节目的 疼秀和支持 连刷三通电话 很让我们重担元帅免修 让我们元帅做客家 女孩子现在已经做兵 我们说现在做兵也做 不是很久了 四五月而已 做兵回来 现在头路也找到很舒适 他说感恩 我们待会去拜拜 欢迎 我们说美国宗教 宗教 神圣 佛菩萨 或是我们的神廟 或是我们的道路 他每一个神秀 都有我们的本命生君 所以我们说 大祭六十神君也是 新挑年有新挑年的太岁神君 修佛列元神本名 所以我们说定年太岁 或是骗穹太岁 滴穹太岁 滴穹太岁 对穹太岁 这种也就是我们说 太岁当土座 不知便幽油的 不知便幽油的 心性 他在这个生素论 这样说到 道不完君和道府天尊 或是说我们的五岛 南北岛 南岛祝福 北岛小斋 或是说 我们的二十八岁生君 这都是什么 日月生君 我们人没有日月 金本 地球 如果没有在生存 我们人说 分、鬼、百岛 肉体、尸部的人 就要放在岛 就要浩南去香岛 有人说大孙香岛 有大孙的大孙香岛 这就是那个岛 人们说分、鬼、豆腐 刀削 就是我们的切削 也是我们的完神本名 也是我们的完神本名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 站到拜到 它有一个一定的光灵 一定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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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去保护 保护到我们的这个 不只我们的完神而已 说拜到做完神 拜到逢小人 拜到呢 可以专家、大世 都可以站在这个道里面 我们说刀削、刀斥 只要你专法 我们说刀柄 刀 刀 刀里面 它有树灵 二十八星宿 树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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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就是在点我们的完神 我们说每一个宗教 当中是在放人 要怎样 放人做生 放人说 啊 有什么刀 如果有那个灵力 就保死了 但是究竟 保死的意义 是在哪里 究竟 没有整个材料 人类 就是我们群居的社会 从最早 与物、异物 我们说古早 古早 古早是有东西 有换东西 我有菜 我自己换菜 我自己换米 我有菜 我自己换米 以前是以物换物 现在聪明的人 就发明了 发明了 这个钱 这当钱 由当钱开始 所以古早的钱 以前是用当钱 那不就是用銀 用銀 有金跟銀 所以就是金角 銀角 渐渐渐渐渐渐 我们人就开始 佣性了什么 佣性了 就是基材 就是積材的习惯 每个人 都是希望我欠越多 越好 就有一个铺子 铺子好 你欠钱 银行 什么银行 都有 然后就发明股票 股票就是 我们说 这间公司 很多人买他的股票 他的公司就越壮大 为什么 股票就是投资的意思 公司有贪钱 那就分一些股利 同样的意思 所以说 宗教 他对最早最早最早 我们人也是会改变 现在宗教的意义 到后来 他也是会改变 改变什么 我们对 对没有 我们说 有东西 換东西 換东西 換到没人 开始有的时候 我们人就会发明 钱 当钱 什么钱 都有了 佣性 人们有这个基材 钱要越多越多的习惯 在恶性的竞争之下 权贵财团 用金钱在控制弱势人民的马去乌 人在竞争到的極限 带vre分的咱们都掌握在那队 掌握在那队 有团有试团 整个秋中 好rops 好巧 不重 cont 所以有很多八成没多为耻 到那时候怎么会産生 因为八度要就是战争 所以说五金五刀 都是在推行什么叫做布施 布施就是平衡社会的经济 布施就是平衡社会的经济 并不是要盖大庙 不是像梁武帝一生都在盖大庙 最后下地狱了 因为不知民间极苦 是怎样梁武帝 是怎样大庙会跟他说 你十里一安 百里一廟 说起来你建很多廟 但是你一直压榨才万民八成 一直给人求税金 一直在叫他们要入税 自这些钱统统拿在建廟 你要接你自己的公德 集你自己的公德 所以梁武帝一生都是在盖庙 都是在盖寺庙 最后为什么会下地狱 因为他不知道民间的几苦 不知道民间的几苦 我们现在呢 以前我们说一棟厨 我们就以前用什么 用什么方法 这样它起起来 他也可以抓风抓风 现在的厨 青青菜菜 不是三百万你就买了 现在的厨 是一个人的冷冷 你有那种存多少 现在的厨 只要比较高的 都十千万以上 千多万 两千多万 在这个社会已经算是很幸福了 有的人真的买到厨 开轨百万 但是 头前看 先落这个 但是后边 还落很大条 有真看 但是后边 还落很大条 我们现在还要积极 积极赚钱要干嘛 脚房贷 积极赚钱脚房贷 就是现在的孩子 现在的孩子 压力为什么会这么大 因为 如果有四大人 给你倒带一下 说头前看给你 是说给你倒三天 给你斩一下 两人还有双心 双心的家庭 双心的家庭就是 你这份薪水 来买房 我这份薪水来吃饭 还来买一些 电火水堂 买一些秋季 买一些飞用 买一些冰箱时 这些雜碎 这样要买过 偶尔会买过的月 你买房 当然没问题 大大大看 大大看之后 你就大大要行 社会为什么在经济的压力之下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 人人都要买自己的房 我们大家都要住室室 舒适 再来就是说不要买冠 媳妇也不买冠 好生也不买冠 我就自己冬天要出在外面 算是要带人冠 我就这样住油住宅 要住我就来住 不用住我就吃外面 我们现在已经是这样子了 所以说社会在这种经济 再来就是碰中 再来是社会 每一个人有油看油 你有买吗 买我也想要买一斤 买之后 你看我们眼中 每天所剩下的金钱 真的是我们说月光族 月光族 月光族 金钱现在有很多人 不顾道德 用不顾道德的方式 去做什么 去骗 现在是怎么说 讨厌讨厌的人 电脑越厉害的人 诈骗集团的 都给你用电脑 骗过去外国 世界中有得通 现在的人为什么 道德良知在哪里 这个社会怎么会这样 这个社会要怎么能够恢复到 人人都有道德良知 民与实为天 政府让百姓活不下去的时候 人民也就会造反 一定的啊 啊如果政府让人民都很幸福 那么世间每一个人都会是良民嘛 一定大家都良民嘛 因为他也没跟你乱 也没跟你战争啊 这就是 我们现在的人 能够做到 一个社会安和乐理 真的 欢迎也很重要 还有就是我们的 想法和看法也很重要 为什么 我们的想法还不到 我们经常说 要不到那个程度 最好 我们不要去做那种 让自己有压力的事 所以我们说 布施的原意 是在平衡这个社会 布施如果 如果是用来 用来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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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说 你有钱 你拿出来 布施嘛 你有钱 你拿出来布施 那你拿出来的这个布施的钱 因为比较艰苦的 单亲的 还是说 孩子 这些所有 我们说 我们说 需要人救助的 这些孩子 需要我们给他奖励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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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经常跟他说 你中后讨历 你会给他母娘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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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叫做 平衡 我们这个社会 不要说好业 很好业 我们有的人说 中顶的人 做好事的人 很多人 他只要 他生活会得过 他也会索心向下 所以说 我们偽老 我们偽老 有一个功德相 偽老说 我不是放在母娘的头前 我放在旁边 那个旁边就是 要让我们做什么 就是在说 不是来拜母娘 就一定要落资 那个就是什么 就是在做 清涵奖励学生的 只要里面 如果有人落资 一百二百三百五百 我们就有时候 一五月 三五月 才去开一次 这样就把 用在财团法人里面 做这些 所有事实的工作 所以 没想着来说 布施是什么 布施就是在 平衡这个社会 有钱的人来保私 但是 保私 一定要使用 这些 更辛苦的人 他们的生活 也会得过 这个孩子的教育 还是说 真的家里面 刚才说 一月 真的就没钱 那有的人说 我有一间房子 但是低收入户 我就穿不过 我就几区 有这两区的产 不过 现在产 正做也没什么收入 所以里面 真的 没人去贪钱 老的老 有的有 那这个 申请不过的 还是有 边缘户的 也很多 所以我们说 我们人 有钱的人来保私 尤其是 用这个保私私下 来平衡这个社会 不要让贫 跟负 差距那么远 富贵的人 那里富贵 每天就在吃餐厅 每天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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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钱的人 真的没钱 真的 我们要说起来 有时你去 方便的时候 你去看到的时候 你没钱的人 怎么会有这么穷的人 因为这里面 也有没看的 也有厉害的 也有贫康 也有贫康 贵的人 也是有 他没办法在社会 跟人家挣钱 他也没有办法 在社会 跟人家立足的时候 是不是 不思 就是在平衡这些 让我们 让他们 比较多 越来越难 就越难 这就是我们 说利用 社会资源 再来是在说 优秀的领导 我们就这样 说优秀的领导 领导者 广廟也是 同样 你如果是 一个很优秀的领导 主持也好 广主也好 你有体恤 体恤 做些 我们说 更艰苦 艰难的人 你就会把 中这个 中廟里 有收拾的 我们会拨过来 主船会 去做这个什么 做这个主船的工作 因为当初 要去廟的时候 我们圣廟就这样 说 共两个嘴 有入 有出 有人来保持 你就是要有法 吸出去 共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也是 要叫我们 六邦天上 室廟所说的 廟屋就是 众生来保持 吸食的好处 他们可以来做公帝 但是 你们要把这个 公帝力 分散出去 这真正 去带中生 不得 不施 中生的钱 你有帮你做 就是叫做 把中生 保抵 也把中生 给他们有福分 让他们有福报 你没人做出来 你真的放在宫 那是 有违背到 我们的 无人的元力 跟生廟爱心的元力 所以我们经常说 要让我们的社会主缘 比较平定 体恤一下 就是说 不施 不施就是 平衡这个社会 使这个资源 利用到最大化 就是善待 我们经常说 各种资源 适所适用 我们说 每一种的主缘 都是要适所适用 再来就是说 我们要礼宴下书 礼宴下书 就是说 真的有很好 很厉害的人 要来教 到三天 你也是要去 三骨茅路 就好像不像 在请主国人 出山坡祖 同样的意思 着用人才 得赔家珍惜 待人要待心 所以我们经常说 一间教 要有亲和力 要有亲和力 那真的是不简单 随眼不是 都过且过 才叫随眼 随眼不是说 一切随眼 大家过去 都过且过 那个叫随眼 不是 因寻 果且 而是近人 是听天命 不是 一切都给他说 一切都随眼就好 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有时候 我们经常说 我们不想贫善 把人映法富贵 我们不想把人 正名断理 想要生 更好 你自己 必要 你就是要 更高的 视约 还是要广泽善缘 虚取广泛的知识 你内心的能量 永远胜过 外表的浮华 有你吗 有你啊 你的来心的慰债 永远就胜过 你外表的浮华 所以说 最智慧的话 就是 人 外一世 可以穿平 粗地 胆 但只要健康 就拥有了最大的财富 有道理 有道理嘛 所以因寻 我们不用陷善 把人的映华富贵 也不用 也不要跟别人 借名断理 保持健康 走过稳健踏实 就是你人生 最大的幸福 这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人 不管说 在我们这个宗教 多长也好 我们都要去知道 为什么 每个礼拜六母娘 一直讲 要把 要把 众生的身体 练好 因为我们人 会在学什么 我们人会在学法 但是身体没高 你学法 学得更多 但是你肉体 如果没高 你念那 肉体就没好 这样你学 那么多财富 要做什么 第一个 先健身 然后精气神 所顾 说道德经 常常跟你讲 我们人生的保重 总在对 我们人生的保重 总在对 总在内在安定 所以我们常在说 我们人生的保障 就是什么 我们常说 要让人民幸福 富色安乐 我们要让我们自己 也同样 你要帮助别人 你必须要先 巩固你自己 你自己能够独立 而且你有这种能力 你才能够照顾别人 一定的 说社会 在我们修天地里面 就是社会 我们说社会秩序无需 大家都去必需 我们常在说 维持 维持什么 维持善良的本能 就可相安无需 所以我们常在说 社会秩序 如果没稳定 我们人就没得 维持 这个 最安无需 所以我们人 要最安无需 在这个小小的地球川 里面 要没兵战 这个赫兰 没有战争 没有这 我们常在说 重衰的这种 撇撇 也没有爆裂的空气 没有凶悍的作风 民风 如果春朴 真旨 我们的文明 不会污染 文明的污染 是因为 我们现在 我们常常说 为什么会有 文明的污染 文明的污染 你现在就知道了 现在的小孩 现在的大人 现在的人 有没有被文明污染 有 有 故人们没有焦虑 没有焦虑很少 至少没有焦虑的人 很少 会有焦虑 会有不安的情绪 也会有恐惧 也会有失落的感受 是怎么说 因为我们无法 过这种天丹主族 无知调过这种日子 人民无法安选和谐的生活 这个理想中 一定要有这个 我们说完美的这个什么 完美的政治和合法 和这个法座 这个体系要有 如果我们要说起来 现在你占我 我占你 心情很不爽 很不好 所以我们说 政治丹尉也好 生质也好 台风政府也好 我们到这思想都是说 说什么 无为而助 道德自个 为原则 崇尚自然有序的自在社会 一切的乱源 它就会怎么 它就会过 我们现在刚才在这个 我们说 新冠肺炎的这个 这个事情 要不说清空的时候 这个世界也是要更 有点不断 不安 还有就是累水飞风 你看这几天 我们台湾就不知道 整间工厅修了 工厅修工厅修工厅 修什么修什么 外国的做风胎 做风胎 做大水就做大水 我们南部你看看 花蓮那边 这次这个圆规 那些也是要摸 也摸到不沙沙 我们外国 中国台料好 外国也好 修风也好 地盪也来 还有就是说 红胎大水都有 所以我们现在 也希望怎么 希望说 我们不只是 红条乌孙国台民安 这个新冠肺炎 可以扎紧稳定下来 我们跟他可以 我们就这样说 把他当作一般的感冒 这样一般的感冒 这样一般的感冒 可以回合到什么 回合到正常人的生活 该开放的开放 该金的金 该开放的开放 我觉得这样的人生 才过得真的 真的过了 真的有意义 那不然这样 压压压压压 我觉得 那样也不是 那样也不是 那样我感觉 过了 没太舒适了 来这堆祝儒 是我们 刘师兄爱听的 刘略 我们也 让宝连师姐 要给我们三位 共同台的好朋友 有在听YouTube 听网络的 顺眼顺着 我们感恩 红正文师兄 大于师兄 辛苦了 大家一起来收听 祝儒 走在轮回路 一路要知足 勇敢写心去付出 以欢喜心来收获 走在轮回路 一路要欣赴 用大智慧去领悟 一大慈悲来道住 南无弥陀佛 如去如来 来去自如 南无弥陀佛 南无弥陀佛 愿将一切终生度 南无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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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心去付出 以欢喜心来守护 就在轮回路 一路要欣赴 用大智慧去领悟 以大慈悲来保住 南无弥陀佛 如许如来来许自如 南无弥陀佛 能将一切众生动 南无弥陀佛 如许如来来许自如 南无弥陀佛 能将一切众生动 南无弥陀佛 如许如来来许自如 南无弥陀佛 身体 滅佛 北龙 感恩 我們訪台生五天的林厚志師兄 他是我們的老父親 可以說由古宮到新宮 一定都是我們的 很重要的聽友 也是真贊助 不論是拜祷 還是做春秋兩季 他說梅香師姐 我們人如果不貪不醋 就像我們宮的 雖然沒有設官什麼管理委員會 但是大家 我們自己做的都做得很受本分 很受本分 我們宮的勝利 他說不要做立委員會 我們說廟里的管理委員會 他說只要你照我 照我交代這樣做就對了 所以他說他頭子賣都不便 自開始開宮 他在說 我幫你規定的工具 你照這樣做 因為是上天所賣下來的 十八 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二 我們就是說這五天 從十九開始 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五天 就是在做既安立道發育 既安立道發育 林師兄每次定期都三道 他自己還有嚇唆 都是在我們吃天畢生公的騎道 他說我們宮的這組 他這樣看得到就是說 真破實 再來就是說有業有出 就是說有收業 這個收業如果管銷 就是說我們有生生 有請費家 裡面總是要發一些收費 只要管銷費用 就是說整理我們的宮 有時候還要郵賊 還要創作 我們如果有中 我們就都報過慈善費 一九年到近年中不出來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說 我們的這個費用的關係 風車差不多三四五月 都沒有開放 沒有開放就一定的 沒有興趣就當然收到比較少 所以這次請安獎助學金 需要大家到三天就是 因為太多經學校來請的 再來就是說我們是怎麼說 四季越壞 穿的人越多 孩子大家為了鼓勵他們討厭 大家都很認真討厭 那生證大家都很好的 因為我們說單親家庭比較多 現在不知道是離婚比較高 還是怎樣 單親家庭比較多 再來就是外配 外配過來 老公子沒去 一個人還要帶幾個孩子 所以說會比較困難 所以今年我會把我們在這裡 空中跟你們無款 我是用空中跟你們無款的 就是說你們如果是順順順順順順 就一千兩千都沒關係 你用我們的郵政發布 再來我們現在這次 這個有申請的這些警署 都可以入籍 敢發發到處理賣犯罪 我申請一句話 我申請一句話 每天都不發出來 所以說希望我們的公子 有多少經費 我們就做多少 現在的經費比較不足 所以在這裡跟我們說一下 我们可以用邮政化波 22570644 2257控制速速 22570644 这就是邮政化波 邮政化波 这就是要做清安奖助学金 还是吉兰救助 在我们主宣会 我们主宣会有两个会 一个会就是一般的会 一个就是债团法人 债团法人的 这就是我们都来申请 就是用 他们就是用学校的名字来申请 一般的低收入户 他也是用他们的低收入户 的招手来申请 就是申请在我们债团法人家 边缘妇反边缘妇 所以在这里跟你讲 我们台北的师姐 甘味相说 我冠一万 我给你用会 会下去 财团法人 我说你用邮政化波 我们就会给你 收在财团法人家 会给你们教这个什么 会给你们教 收纸 你如果有财团 我们就会给你收纸 在这里 我们如果大间公司 还是比较有听到的 我们就有在报税 有在报税 我们就会开 开财团法人的收纸 让你们去报税 都可以 以上这都是 没想感恩的所在 感恩在感恩 感谢人台北的世界 这么发心 谢谢你 你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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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說,我們有一些捷言的紀念品 就是我們有拜到的,有五路招財寶 也有我們的婚姓 我們說,孩子在託書 你要婚姓符,大伯的 還有五路財神,交財符也大伯的 還有一百,我們三十六天鋼符 我們的金銜師公 這都可以讓我們算 以上這都算公格 我們需要無門客氣,持年幣聖公的服務電話 相片也好,或是說 我們有在結縣的小盤香、普玲燈 或是我們的金蓋力封膠、牙膠、和麗梅 這都好,我們如果有在吃 我們持天官勢力,吃得很好的人 繼續再提也很多 有的人說,我曾吃一罐我,要吃一吃不錯 現在再來一次提三罐 再來一次提兩罐 就是在說,觀勢力就是在關心你的勢力 最主要就是,我們月防宿裡面的身份非常好 如果說,要吃印加果油,印加果油也很棒 我們說,我們在說,我們在裡面做一個清道 再來就是,會把我們這個肥金顧給他 裡面不要有一些豚雞蠟 我們孩子,有的人很喜歡吃那些油錢的東西 你把印加果油給他吃 只要兩罐,要讓他這樣小小的,台邊會通暢 我們如果說,如果我們有在吃育生菌 我們真家人裡面,我們說育生菌裡面 多美籤育生菌,那很多人在吃 老人比茄,小人比茄 有人不愛吃青菜,也在比茄 他專門就是在通篇比茄 就是,多美籤育生菌 現在是買兩套,送一套 以上這都算功格 來,現在來開工 我們常在說,啊,這什麼事情我都看不慣 看不慣 就是在說,我看著這項我也不慣 看著那項我也不慣 為什麼不慣 看不慣 看不慣 是,你的經濟太小嗎 是你的境界太小嗎 不然這個你如果看不慣 這個你如果看不慣 人生在世,我們要有一些你看不慣 的人、事、物 人、事、物 人、事 人、事 萬物都說有他存在的 價格和存在的根基 但是沒什麼說,不可以存在 去吃老人也是可以存在 沒有什麼沒有價值觀 就不能存在這個人世間 你如果說,有的出事 他頭部就要這樣而已 沒辦法 上天 他讓他生存 他就沒有那個頭部去外面賺錢 你說這個人要游手好賢 游手好賢也許是他的頭腦有問題 他的頭部都沒辦法去生存 去外面跟人家唱一碗飯吃 不是用唱的 我是說去分一碗飯吃 也不是用本的 我說的意思是 沒辦法用他的力量 用他的頭腹去賺錢 所以你看不慣是有所好賢的 還是說我看不慣是那些什麼 台下雞裡面轉轉一些什麼 我們說,為什麼就好賢好手 為什麼不去賺錢 我們現在在說 人安基金會也是啊 有很多年輕人啊 也是有三十多歲 四十多歲 五十多歲 六十多歲 都有啊 為什麼他要靠社會去關注 主中島主天晚上 為什麼叫做責任 你看不慣嗎 你會看不慣嗎 會啊 萬物都有他存在的價值 我常說三三三定分権嘛 就一定 世間一定有一分 這需要我們到三天的 需要我們到三天的 他們 他們可以不存在嗎 他有存在的價值嗎 但是是一條生命啊 你說他有沒有存在的價值 他有一條生命啊 所以說 我生自己的善惡好壞 生我在這個世界上 全都跟入住不一樣啦 厲害的人 往下看的時候 他會說 我賺錢喔 這麼多人 沒辦法 我就來做便當 像阿婆這樣 你在買頭賺錢 很辛苦 我就10塊 你給我等10塊 我就給你吃到100塊 等10塊我就給你吃到100塊 等10塊 我就給你吃到100塊 這樣 油沒有人拿的 油沒有人拿的 菜沒有人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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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知道 你給我等10塊 我就給你吃到100塊 你要怎麼吃 你要吃幾碗都沒關係 就有這樣的人 願意做這種事啊 他開股 他開股 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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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阿聖 你現在出股 是不能再騎 不能再騎 他說 他如果不能再騎 不能再騎 那肚子 要吃什麼 我就要緊張 又扯下 給他吃 阿聖 就問 阿聖 你在哪裡 我去買頭去開一個主座餐 那主座餐我就10塊給吃到100了 蛤?10塊給吃到100了? 他說是啊 那醫生真正好奇 就照著他看 照著看那個阿婆 真的有了他寫10塊給你吃到100 換這個醫生也會做好事 為什麼? 阿婆你如果欠油欠什麼 你都跟我說 換我來賭三天你的什麼 不租嘛 他來賭三天不租 所以說 我們不能隨意對別人的行為 源以看不慣 也不能對人家的 所有一切看不慣嘛 因為我們對世俗的角度來看 你看不慣時就是 你的境界太小 你的智商真的 你沒辦法去看 看這個世局 世間生生有三有好處 你絕對做人在做好事的人 做到給你的感動 看到你的感心 所以我們經常說 我們看不慣事 我們自己的經濟沒有開 智商有比較低 所以你看這個沒辦法 看那個沒辦法 我們也不能說 來到這個人世間 你看到不喜歡的 你就是招怒 不就是我們經常說 會跟人家用那種感性感性 這樣去嫖人家也不好 所以曾國藩有說 說書有三不倒 沒意滾住倒 為什麼說不能跟這個滾住倒命 為什麼說 曾國藩這樣說 說書啦 書就是人書的書嘛 他有三方沒要跟人倒 就是不需要跟君主倒命 也不需要跟小人倒理 也不需要跟田地倒下 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 不計較不承諾 不計較不承諾 不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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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每一個人 我們當時無價格 不時時去陷害 去讓人陷害 我們也不去修理太多的敵人 所以說節省大量的時間 做好自己 精力充沛 做我們自己想要做的就好 叔叔無價格看得開 自然我們就要謙卑 我們就要謙卑 我們說謙卑在人權 所向盡通 傲慢在人權寸步難行 行為可以看出做事的能力 原型可以察知 品德的修養 真的嗎?我們人 不要懷恨也不要萬有 主人 主人 煩惱就糟了 煩惱就糟了 無價格無比格必然呢 就有很多助援嘛 所以說這個助援是來自一隊 來自我們自己 所以說要放下自己 也千萬 不要把別人看不慣的放不下 這樣對你來講 是一種傷害 所以我們常說 我們偶三 偶做人 偶做人 境界在哪裡 煙就在哪裡 所以我們說放下放下 在我們 滴到失來的地灰 失就是滴了 是一種痛苦 也是一種幸福 因為只有失去 空手 雙手 才可以 由心的去找到幸福 所以我們人 有時候我們聽說 失敗不一定永遠 都爬不起來 失敗不是因為我們都爬不起來 有的人因為失敗越挫越勇 越失敗賺越多 電動 他的志氣到氣到氣 還更好 所以說做人對一切 都會生起同情跟尊敬的心 同情人家也是 我們說 祝主 你尊敬人類 尊敬人家也是 你有一種 我們說慈悲的愛心 不管你看到去吃流汗 它是一條生命 也是來人間 跟我們同樣的 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我跟我們的孫子說 當為人間的流浪人 當為世間的流浪人 為什麼 我們來世間是來流浪的 來世間是來過境的 人間的過客 你有知道多幾歲 所以說 我們不知道 過到千年百年 我們都是人生的過客 都是地球上的過客 你跟我都一樣 不管你多尊貴 你也是世間的過客 不管你多尊貴 你也來世間的過客 不管你是做什麼 的行業 我們都來世間一個做什麼 都來在歷練 有我們來在挽過的 我們來在做什麼 來做一個說 我也有來到這個人世間 酸甜苦辣 我都有試過了 生甜苦辣我都有試過了 但是我沒有這個名文打倒去 我沒有因為人生 我感覺我自己漏氣 我覺得我活得很自在 我感覺我有辦法 面對什麼 面對我的祖公祖母 面對這個國家社會 因為我沒有做派 我手不弄 百年後 我是做一個真實 李先生說的一句話 做一個真修本分的人 所本分就是真功德 你有修本分就是真功德 你如果修得掉 那這世人你沒有背來的 來去祖連 來去祖如 你說是不是 來今天節目時間到 今天祝福大家結成平安 再見 拜拜 拜拜 拜託